由唐人电影打造的魔幻大剧《轩辕剑之天之痕》正在恒电紧张拍摄中 近日该剧在恒电举行了盛大的媒体见面会 主演胡歌、唐嫣、刘诗诗、蒋金夫、马天宇、郑佩佩等人纷纷以剧中的独特造型集体亮相 非一般的穿越让现场所有人都感觉耳目一新 发布会议开始主官方就首度曝光了震撼的片花 先让我们一睹为快 在该剧中胡歌与唐嫣四度牵手合作 演艺各怀心思却又互为知己的纠结情侣 而在该剧中最大看点要数两人的激情戏了 采访中唐嫣透露 剑组第一天就跟胡歌拍本戏有点挑战 而胡歌也称拍这样的激情戏还是头一次 有这个床戏有鸳鸯玉然后还有那个精油推背 我们会把它拍的很艺术很唯美 但我们这个戏不是靠这个来作为卖点 但是既然已经合作那么多次了 我也就对我来说也是个挑战 我也没拍过这样的戏 我净组的第一天的第一场戏 就是跟他的算是激情戏吧 吻戏 我觉得他们通告拍的也挺有意思的 就是一上来就跟他拍吻戏 就是什么戏都没有拍过的时候 就第一场戏就是吻戏 这一下让我觉得好难的一个挑战 原本以为两人多次合作拍吻戏应该很容易 但在接下来的采访中 两人竟然称拍吻戏常常笑场恩机 而唐燕的表现胡歌竟用死人来形容 说的一旁的唐燕不好意思起来 忙打原场称拍吻戏 胡歌比自己有经验 我觉得那场戏应该很快可以拍完 但是结果就变成拍很久 主要是他一动都不动 你知道拍吻戏是要两个人互相配合的 然后呢我们那场戏还比较复杂 就是我强吻他 他一开始是反抗挣扎 然后就是顺从了觉得还不错 然后就是两个人互相配合 是那种感觉 然后他一开始前半段演的特别好 就是反抗挣扎 我觉得我有那么那个什么 然后演到第二阶段的时候 他就跟一个死人一样 站在那一动都不动了 你可以形容的唯美一点吗 其实是因为我觉得老胡可能在这方面的拍戏经验要比我吩咐很多 所以既然是他强吻那我就觉得他主动一点 那我就那我就跟着他的感觉走就好 此次胡哥还多了一个身份 首次成为电视剧的投资人之一 参与了该剧的投资 谈机与平时只是做演员有什么不同时 胡哥坦言 做投资人确实在片场要顾虑很多事情 所以和以往的就是表演的经历来看的话 我在现场可能我觉得我做的事情会多一些 看的东西会多一些 就是以前可能只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戏上就好了 那现在我会在现场更多的去观察 看有什么不足的地方 或者说是需要改善改进的地方 我回去都会和像尼岛或者说凯文我们会沟通